那个还有一个事就是那个 不是 你先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还删我好友他 经过就是不趁我不注意 删我好友 我不想要跟男的有联系 所以我才删除她的好友吗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这是我的隐私 这是我的自由 那我不想呢 你不想就行了吗 那我还不想让你管着我呢 你是我女朋友 那我在乎你管着你找去了 那你管着我 你为什么要删我好友啊 那我看着不得劲我就给删了 不是 那个有什么不得劲的 你就删了呢 怎么不得劲的呀 兄弟 我看着闹心呢 那这个男的我看着闹心呢 只要他手机里面是男人的头像 你都闹心是吧 对 你删我好友你不能告诉我们 经我同意咱俩商量啊 再说那个也不是男的 他是我闺蜜啊 不是 他就给你删了 那个就算是你闺蜜 那怎么用你男人的头像呢 那人家乐意啊你管呢 你管得也太多了吧 所以他是不分的 只要是男人的头像 对 现在我微信里边 一个男的都没有 认识技术有 我正常的社交关系可以吧 我正常我卖服装 都有男的顾客 我们就是维护客户关系 这也不行 就什么都不行 我的眼里就是有男的就不行 那个 那就行 那你俩不打电话呢 那为啥老聊微信呢 我习惯呢 像你说的 人家微信聊点方便呢 非什么打电话呀 那都是歪意 我问我问 你的微信里面有女的头像吗 有 删了 我让他看他不看 我从来不会就看他手机 他不看我手机 对 你干嘛要跟女的聊天啊 那你呢 那个 那我呢 我就是那个挺好的朋友 我也就挺好的朋友 你平时这么做 你平时怎么管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但是我再不 那就是平等的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我才管着你呀 行行行 我跟你讲 对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我发小嘛 然后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然后结果嘛 他看着不顺眼 结果让我把人删了 然后那个 男的女的 男的 就是从小就玩到大 从三岁开始玩到大的 他就让我催我 让我给你删了 然后跟我摸一摟半天 然后最后我给他删了 但是后来有事 然后我就给他加回来了 然后他知道了 特别不乐意 直接上我店里边去了 跟我吵 跟我闹 当时顾客 然后同事 特别多的人 就公开场合就闹 对呀 就是所有的 不分上个对工厂 你看我同事 姑姑怎么想啊 说我怎么怎么地了 在生活不见你 说说你的想法 你怎么想的 不是 那个 那你说你这事 自己做的对吗 那个你当初你答应我 你自己都翻了 我还是你又得加回来了 让我知道了 你答应人家不抽烟了 后来你又抽上烟了 那咋整啊 他同意的呀 我同意啊 我没同意当时 人家没同意啊 那他答应我了 你同意他抽烟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不答应我 你问那人 对不 来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去人单位闹 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 而在于你为什么 去单位闹 我私家跟他说 他不告诉我 那个是我 从小到大的那个朋友 而且他也有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 我也都认识 我们两个之间 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非常 特别不乐意 这个确实我觉得 一个女生碰到 这么一个男生 确实也会疯掉 他对你好啊 他对我们是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管得太严了 就是管得太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因为小事的不分场合 这跟我吵啊 嗯